作为全世界最古老的运河之一 中国大运河2500年来绵延不绝 沟通南北 贯联古今 通向未来 千年运河有何独特的价值 大运河如何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明 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对此进行深度解析 中国大运河它的历史价值 更多的应该是体现在它是服务于中国 从春秋以来农耕文明 它的首都和边疆之间的一个草运关系 中国的运河草运系统 其实它最后是支撑了中国的一个大一统的 这样一种格局 它其实把中国的南北方联系到了一块 应该说中国的大运河为我们今天说的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塑造 应该说是发挥了很重要的历史作用 王明表示 运河因运而生 因运而活 中国大运河依靠内循环和外循环 推动了中国和世界的沟通 国内的层面来说 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 就是运河它其实联通了中国东部的 五大水系 当然这不完全只是水运 其实也包括由五大水系所关联的一些路运 它们形成了一个立体的一个网络 那么再往北其实可以到达长城沿线 明代以来就是从南方来的粮食 草粮当中绝大部分 其实是到通州之后要继续北上 沿着两条路线 要么是温鱼河 那是通向居庸关的 沿潮白河是可以通向古北口长城的 这个就是长城和运河之间的关联形 它其实也是非常的紧密 草原地区和农耕地区 它其实是能够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整合作用 王明介绍 所谓外循环及大运河 以洛阳 西安为重要节点 连接路上丝绸之路 以扬州 宁波等城市为重要节点 串联海上丝绸之路 并通过水陆交通系统连接泉州 福州 广州 等重要海上丝绸之路主港 进而连接世界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中国的首都 尤其是隋唐以来的东都洛阳 和原明清时期的北京作为首都 它和外部世界的联系 它就是通过大运河加上 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这样的串联 当然其实还有北边的一条 叫北方草原自射株 这个思路的体系相对来说就更为完整 或者说中国通过大运河的几个端点城市 它正好能够跟几条思路 进行一个对接 这里就是我想说的所谓的外循环 王明表示通过这三条重要的干线 中国大运河促进南北方的经济文化艺术交流 成为影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流动血脉 也成为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互建的纽带 人们常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北京城 北京城是飘来的 对此王明表示通过金航大运河 从南方运来的稻米 丝绸 茶叶 水果等 丰富了京城百姓的生活 就连建设紫禁城的金砖 贡砖 南木等 也通过大运河运抵京城 今天的这个还有很多传承下来的 非物种化遗产 它其实都也好 都跟运河也都是关系非常密切的 比如说像这个北京烤鸭 那么闷炉烤鸭的这个制作机 有说法认为就是跟着明层组朱蒂 前读到北京的时候 把南京的烤鸭记忆带到了北京 包括是通州最有代表性的 通州运河传宫号子 都带有南方的茉莉花的 那个名歌茉莉花的那个曲调 所以它叫北曲含南腔 想好读一份 在哼唱的时候也被融入到了 北方的这个传宫的号子里面去 变成了一种很有特色的 这个民间音乐形式 王明指出 运河文化是流动的活态的文明 是过去和未来交流的重要载体 要让更多人 尤其是年轻人 深入了解运河文化的底蕴和内涵 要吸引他们 共同加入保护和传承运河文化的行列 自发的弘扬 更去运河文化 有自信地向世界 去讲好关于中国的运河故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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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